日月星酒楼 最旺的旺季还是每年的腊月 年底了 两京一十三省给严府送年镜的人 都要提前好些日子到这儿来订包间 一边在这儿喝着酒 一边等候严府门房按顺序传唤 因此这一月间 这座酒楼无论酒菜还是包间 都比平时翻了一倍的价钱 大门外飘着纷纷扬扬的白雪 柜台内流进大定小定的白银 白天不见了日 夜晚不见了月 日月星却星得不行 老北京传道 大明朝这个名字 都被这家酒楼给吃了 一位披着大厂 依然照着斗篷 只露出两眼的人被日月星一个小二在前面引着 两个便服随送在后面跟着 穿过纷纷嚷嚷的酒客 挤到一间包间门前站住了 那包间门上方赫人贴着一张红色招贴 上面写着兵部二字 那小二说道 丙这位大人因兵部招呼打晚了些 这件包间还是费了好些口舌 从贵州巡抚衙门早定的那儿调出来的 稍小了些 请大人见谅 不打紧 你走吧 批斗篷大厂那个人开口了 听声音竟然是张居正 那小二当然不认识他 依然不走 半边身子 弓挡在包间门口 满脸对笑 这位大人 你老约的人走到了 我替你老先进去禀一声 手一伸 抓住包间的门环却不推开 张居正知道他这是要小费了 眼中掠过一丝厌恶 向身后的随从看去 一个随从从袖子里掏出了一颗碎银子 满脸的不悦 记着 你这回拿的可是兵部的银子 那小二居然毫不怯场 满脸华笑伸手接过了那颗银子 小人助兵部各位老爷年年打胜仗 刺刺凯歌环 说完这才推开了包间的一扇门 居然还有一套一套的应对 张居正见他身子还挡在包间门口 就来了怒气了 你盼着兵部年年打仗吗 那小二的笑容满满收敛 仍不是害怕 小人伺候老爷升座 伸手又去抓另一扇门的门环 欲推不推 显然两扇门要两次小费 叫他滚 张居正一掌推开那个小二抓住的另一扇门 依然走了进去 那小二被推得差点跌倒 还是站在门口 一副不解的样子 还不管 等着我们把你扔下去吗 两个随从早就忍他不得了 有了唐官这句话 一个随从终于露出了胸象 伸手就去抓那小二的衣领 其实许多人都知道 这座酒楼有罗隆文的分子 也有燕茂青的分子 所以连小二都十分的蛮横 那小二平时吃外省的官员惯了 就连京师五辅六部各司官员 等闲不放在眼里 什么时候被人这么吓过 这时候也露出了横向 举手就去抓那个随从的手腕 突然看见那随从 抬起的便服袖子里边 露出了四品将冠的绣花扣腕 这才猛然感到 进去的人来头大了 那只手就不敢再伸 往后一退 弓着腰就要走 尖头却被那随从的大手抓住了 动弹不得 这时又有好些客人在包间外陆续进出 那小二被那个随从的大手硬生生掰了过来 紧接着 那随从另一只手掐住他的后脖梗子 把他的头也掰过来了 在他耳边说道 爷们知道你这酒楼里有罗隆文燕茂青的分子 你这就可以立刻去禀告罗隆文燕茂青 要捞银子 并不还有些军饷在那呢 干脆把大明朝的军饷都搬走如何 那小二这才怕了 又被他前揪着衣领 后掐着脖子 从嗓子挤出话已经不利索了 小 小人怎敢 爷们还愁你不敢呢 离开这你最好去浇舌头 就说兵部的人砸招配来了 这好不好 当然不 不好 小人知错了 绝不敢多说半个字 滚吧 那随从这才是按劲把那小二一推 那小二差点撞了另外几个客人 慌忙侧着身子让其他客人走过 一边歪着被恰硬的脖子往楼梯口那走 一个便服随从紧接着扯下了贴在门边那一张写着兵部二字的红字招帖 二人就一边一个站在包间的门外 张居正在包间里约见的人竟是高汉文 此刻高汉文将暖湖里的酒给张居正斟了 一边说道 没想到大人会在这里约见卑职 张居正看着他说 你没想到 他们便也想不到 坐吧 有话赶紧说了 此处毕竟不可久留 高汉文在他对面坐下 压低了声音说道 严家已经派人盯着卑职的家宅了 昨日罗隆文还派了人来打招呼 公然恐吓卑职 要将云娘和齐大柱的妻子立刻前走 不然他们立刻叫御史上奏书 参卑职 纳记为妻 暗同窝饭 真正岂有此理 卑职今日是先去的汉林院 然后从汉林院直接到的这里 张居正看着他说道 你怎么想 无非第二次进昭狱罢了 能这样想就什么也不怕 我奉命向你传一句话 是原话 你听清楚了 高汉文是个有良知的人 皇上放了他 我们便要保他 想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 告诉你 这是玉王爷亲口讲的话 我 还有高大人 徐格老和玉王爷 都不会让你第二次进昭狱 高汉文慢慢地站了起来 在去拿那个酒壶的时候 手已经有些微微颤抖 就又加上了一只手 双手把着酒壶给张居正杯中又针了酒 给自己也针满 双手捧起 有玉王爷这句话 高某 死而无憾 说着一口巴就喝了 整局正端起酒杯 却抿了一小口 没人能置你死地 今天已是腊月二十二了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那个齐大柱 镇福斯会在腊月二十三杀人 这人要是被杀了 今后便是一桩说不清的案子 高汉文这才想起了什么 立刻从座旁弯腰提起了一个包袱 那包袱四脚冷冷 显然装着一个盒子 高汉文将那个包袱 双手郑重地放在桌子的一角 我近日请见张大人 本不是想说刚才那些话 而是有一样至关重要的东西 要交给张大人 什么东西 是一件能扭转乾坤的东西 张居正的目光有些亮了 神情跟着也肃穆起来 盯着那个包袱 高汉文便去解包袱上的解 露出了一个铜锈斑斑的盒子 接着郑重地把盒子揭开了 张居正低声问道 不忙拿出来 先告诉我 是什么 血经 什么血经 谁的血经 高汉文已经十分激动地去拿盒子里一本 发黄的纸上写着红字的抄本 声音压得更低了 张三丰张真人的血经 张居正书地站了起来 拨开高汉文的手 把盒子猛地盖上了 是真是假 哪里得到的 是云娘和齐大助妻子从江南带来的 来此之前 辈子已经找了些张真人留下的手记 仔细比对 这确是张真人一百二十岁时 写的那两部血经 张居正一把端过那个盒子 紧紧地搂在怀里 我先走了 稍后你再离开这 说完 他一把取下衣架上的大肠也不披在身上 而是紧紧地裹住那个盒子 快不向包间外走去 大雪纷纷 到处白茫茫一片 北镇抚丝朝玉那两扇黑旗大门 就衬得更黑了 夹境四十年 北京的冬季真是个大雪年 从阴历十一月初那场凿雪之后 又接连下了几场雪 这一天是腊月二十二 明天就是小年 也就是民间送造神的日子 镇抚丝朝玉的规矩不同 奉恩指 好些囚犯都让在腊月二十三 吃了小年饭处决 为了不让造神爷看见 因此每年都提前一天 在腊月二十二送造神爷上天 右边那扇大门上的小门打开了 出来两个锦衣卫 个人手里拿着一挂好长的鞭炮 走到门边点着了 噼噼啪啪火光四射 突然两个锦衣卫都睁大了眼睛 愣在那 原来有一挂鞭炮 被一个锦衣卫点着后 随手扔在大门狼岩下一个雪堆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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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盏灯在大雪中发出昏黄的光向这边飘过来了 是一辆马车在昭玉门前停下了 赶车的胆了胆身上的雪 插了马鞭 从轿箱前跳了下来 搬下他坐的那条矮凳放在车把边 撩开了厚厚的车脚帘 到了夫人 一个女子从交箱出现了 那车夫掺着他踏着矮凳走下了马车 尽管马车上那盏灯不是明亮 那女子也穿着斗篷大厂 依然能看得出来 她是云娘 云娘一眼就看见了蹲坐在门前的奇大柱的女人 急不走了过来 没见到七爷 齐大柱的妻子点了点头 云娘也蹲下了 见不到七爷就回家吧 我们另想办法 齐大柱妻子摇了摇头 夫人 你回去吧 你蹲在这儿也救不了她 也见不着她 虽见不着 我坐在这儿她就知道 我再陪她一起 过最后这个小年 云娘的眼中闪出了泪花 握住了柱嫂的手 只要还没行刑 我们就总有办法 柱嫂的眼中闪过一道光芒 夫人 谁能救她 回去 回去就知道 高大人正在想法子 柱嫂又失望了 把手从云娘的手中 慢慢抽了出来 冷 夫人 你回家吧 云娘有些生气了 要怎样说 你才肯跟我回家 夫人 我知道你和高大人 都是好人 高大人的职位救不了她 她是出不来了 我们人既然不能见 变了鬼 我的魂总能见着她了 云娘本就是性情中人 见这个柱嫂比自己还死心 这时是既震惊又感动 贴在她的耳边说道 她一定能出来 这里不好说话 回家 你就会知道 我们另有办法 夫人的心我知道 没有办法的 我要是骗你 你再坐到这儿来 好不好 先跟我回家 云娘说着 就费力地拉起了 其他柱的妻子 柱嫂将心将意地站起来了 云娘拉着柱嫂的手 走向马车 走吧 云娘先上了车 拉住柱嫂的手 柱嫂依然在车下站着 两眼看着那道黑门 云娘着急地对那车夫吩咐 把她抱上来 那车夫也顾不了许多了 从背后抱起柱嫂送上了车 云娘将她一拉 拉进了脚箱 车夫将车帘子放好 又将那条矮凳放了上去 抽出了鞭子 举起来刚要甩 立刻又停在了空中 看了一眼诏欲的大门 把鞭子杆在马屁股上轻轻一拍 低喝了一声 驾 那匹马拉着车 在雪地上慢慢地走了 大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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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